每个人从小到大至少会念好几所学校 不过在台中有一位研究生 他可能创下全国记录 因为他在东海大学从幼稚园一路念到了研究所 总共念了19年 张克佳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 到学校的时候就是写论文做研究 不过其实他也不算太普通 因为他可能创下台湾的记录 从四岁幼稚园开始就念东海 小学 中学 大学 一念19年一直到明年研究所毕业 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一路念上来还好 由于父母都是东海教职员 他家一直住在学校内 真可以说敲上课钟再起床都来得及 几乎一辈子都在东海 可没有让张克佳躲在象牙塔中 主修资讯 这两年他已经成为两岸非人 因为他是自己创业公司的业务经理 不过不管到哪 最后还是要回到东海回到家 我跟这个一草一木啊 都感觉非常熟悉 像老朋友一样 然后就会把压力跟他们分享 自己就会觉得比较快乐一点 台湾新闻杨仙景 海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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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